所以我希望考一個高分的多億的證照出來 push我去做英語的增強跟學習 我叫簡宇君 簡單的簡宇宙的君王的宇君 然後我27歲 我曾經做過出版社的版權專員工作 然後也當過特教補習班的教師聽動的老師 一次開始接觸英文是小三的時候 我媽媽讓我補英文 然後後來就一直上到小六 然後後來畢業後因為不想要荒廢英文 然後也想在口語上有更深一層的精進 然後也讓他的流暢度跟發音都有比較好的轉變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搜尋到有哪些機構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然後後來在我的預算跟時間和那個 就是我願意上課的頻率的選擇之下 最後選擇了巨獎 我最喜歡的老師是Mirenda老師 她是英國人 然後我覺得她很熱情 然後也很專業 然後也很甜美這樣子 在她身上也可以獲得很好的承接 然後有很好的互動 然後老師講話也都很有活力 然後會讓你平凡的一天 也會因為這件事情很開心 就跟她上課的時候很開心這樣子 我覺得有她一定有幫助 因為我之前的口語沒有現在這麼順 對然後我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的家人就跟我說就是 我的英文發音變得很好聽 然後而且也是很順這樣子 因為是線上所以很有彈性 就是自己安排時間 自己適合的時間 所以就是什麼時候想要上課就選 就是提前或是如果是小班子的話 你可以前一分鐘課堂要開始 你就點進去你也可以就是進入課堂了這樣子 對 持續保持接觸英文的方式的話 最好的英語學習方式就是說 你接觸你想要的類 有興趣類別的文章也好 影音也好 對 那這個是不管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上課的老師說的 也就是說就是 接觸你最想要接觸的英文 去找那一方面的類型的教材 去practice這樣子 那我在G教導老師也有老師這樣跟我說 發音上還有流暢度上都更順 腦中會有那些比較英文式的表達 自己也是跟外事的溝通 讓我對講話或是說英文都更有幸福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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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